歡迎收看文法實戰之連貫式翻譯解析 大家好非常高興又到我們文法實戰之連貫式翻譯解析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將繼續上一集探討有關於這個 Work is duty 工作就是責任 這樣一個主題繼續把後面兩題完成 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的這個 文法實戰之連貫式翻譯解析二十五之二 最後兩題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沒有任何一位偉人不是經過努力的工作才完成 也就是凡是任何一位偉人都必須經過努力的工作 非常辛苦努力的而且堅持到底才能夠成功的 好這個讓我們來想到一個劇情叫 負負德政叫做雙重否定 no 什麼什麼 without 這樣一個劇情 那麼這樣的劇情我們翻譯有兩種 一種是用就是沒有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但是也可以說什麼樣一定要如何如何 那麼這兩種方法都是所謂的雙重否定 就是說那到底有沒有要怎麼翻 沒有啊 那當然我們就前面那個no 偉人 偉人怎麼講出來 偉人不是經過努力 努力才能夠達成成功的 這幾個重點 最主要抓住一個重點就是雙重否定的劇情 no without 好這第1個 第2個呢 所以就是我們講因此 第4 那麼我們應該牢記 我們應該把這個事情呢 牢牢的記起來 這個應該怎麼講 好 那麼後面有一個格言 這個格言我們就經常要背起來 因為在寫英文作文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這樣的一個非常棒的格言 要一份耕耘一份收穫 有幾種說法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 的治理名義非常好的一個格言 要怎麼帶出來 好 馬上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題怎麼樣來翻譯 第4個 我們用雙重否定 沒有任何一位偉人 不是經過努力的工作才能夠成功 no no great man 沒有任何偉大 這個man一定要用複數 就是所有的偉人都是一樣 no great man can 達到成功 achieve 這個上次我們有提到過 achieve 達成 A C E H I E V achieve achieve their success 他們的成功 而沒有 without without 而沒有 hard work hard work hard work 是一個名詞 整個是一個名詞 但是你也可以放動名詞 因為介系詞後面可以放名詞 也可以放動名詞 without working hard working hard 這兩個用法 好 那麼這個地方我們也可以再造一個句子 叫做 no one can read it without crying 沒有一個人讀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小說 之類的 文章 沒有人讀他 而不會哭的 就每個人讀到這篇文章 或這個小說 他一定會非常難過 會哭的 這負負得正 所以原來這句 沒有任何偉人 不是經過努力的工作 才能成功的 no great man can achieve their success without hard work 這是第一個 好 好所以最後一個結論 這個就是我們做結論的時候 整個工作跟這個 duty 責任 那麼這樣一個文章 做最後一個結論 所以我們應該牢記 一份跟一份說 就是工作就是一個責任 的治理名言 所以 好 We should always 好 牢記在心這個我們要背起來 叫keep 保持在心 原形動詞 keep in mind keep in mind 好 什麼東西把keep in mind the scene 這樣的一個說法 keep in mind the scene 什麼樣的說法呢 一份跟一份說 最簡單就是一個 no pants no pants no gains no gains 那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 沒有辛苦就沒有收穫 那麼 那如果正 這個一份跟一份說的 正式來講是應該 as you sow so shall you reap 如你所栽種的 所以你就會怎麼樣的得到 要先 怎麼 收穫就要先 怎麼樣的播種 怎麼樣的辛勤努力 才會怎麼樣的收穫 這個叫做 as you sow so shall you reap 一份耕耘 一份這個叫 種植以及收穫 那你就會這樣的收穫 或者叫 no pants no gains 沒有辛苦 絕對不會拿到這個 換句話說 也是我們常講的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凡事說要成功 都是stay by stay 一步一步來 慢慢慢慢堅持到底 最後達成成功 所以說變成 Therefore we should always keep in mind the same no pants no gains 一份跟一份收穫 好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帶來的 整個一個節目 我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來講 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一篇訊息 期待 下次連貫式發言見面 謝謝